祖师工匠 有双深邃的眼睛以及厚实的嘴唇 时常顶着个西装头以及一点忧郁的神情 没错,他正是那位知名的艺术家李梅树先生 李梅树20岁时毕业于台湾总督府国语学校 计划到日本专研艺术 但遭到父亲的反对 并在同一年与林丽女士结婚 也许是个巧合亦或是注定的结果 他再次踏上艺术之路 加入了石川青一郎所办的暑期美术演员会 正巧,这位先生也是台展的评审委员之一 李梅树先生在石川老师的门下 学得精良的绘画观念技巧 在西华三年后,以进物入选了第一届台展 第二届台展时,以三峡后接再次入选 证明了自己的绘画天分 他的哥哥赞助到日本学习的经济支出 同时成就了一位艺术家 李梅树并没有让他的家人失望 成功考上了东京美术学校西华科 在那里受长远校太郎、小林万吴 及钢田三郎柱三位老师教导 这些同时影响着他未来的绘画风格 李梅树已不再是一位学子 而是一位艺术家 因为他已从东京美术学校毕业返台 与其米画友组成了台阳美术协会 此时的李梅树结合照相机 进行绘画同时意注重显身的概念 因为日本留学期间 外光派正是当时的艺术主流 李梅树此时的画风正是受此流派的影响 三峡祖师庙重建委员会会议主持 今年我们要重建三峡祖师庙 但还未找到适合的主持者 请问各位有任何适合的人选吗 委员甲 李梅树先生在台展上得过好几次奖 应该有能力担任此职 众人无异议 委员会 李梅树先生 我们希望你能出来主持重建的事项 方便担任此职 听到这句的李梅树 脑海里出现了一幅雄伟的寺庙 壁上的所有雕刻都是石雕的 浮雕的手法出现在每个装饰上 往大店一看 二十根大部柱全是石雕的建筑 再看看两方浮雕加上金箔 李梅树接受了委员的邀请 并依照他脑里的那幅图去建造 正因为祖师庙的大量石雕建筑 赢得了东方艺术殿堂 雕刻博物馆 及三峡长寿岩等美称 也看出李梅树独特的艺术手法及心理 由于负责三峡祖师庙的重建 使李梅树产生本土光怀之心 从原本外光派转为台湾本土画风 从人群的描绘到个别肖像 从细画中找灵感的创作方式 到真实视觉经验 1977年 李梅树因为严重的胃出血而入院治疗 治愈之后 反而对人生有所领悟 不再刻意经营构图 不再拘于物象 注重对光与财的捕捉 作品多以大自然之景为主题 以此至终老 定留下难以忘怀的作品 李梅树的作品融合了东西方的不同的画风 它勇于挑战竞技与批判 秉持一贯的自信与执着 坚持自己所喜好的画风 成就以带大家风范